今天分享如何通过服饰来识别 这个舞蹈是一个蒙古族的舞蹈 在我一开始学舞的时候 还没有学到那么深入具体的时候 我也分不清这个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舞蹈 反正觉得好像都是穿着裙子 但是你说区别在哪呢 也看不出来 但是随着不断的了解 看的东西多了 知道的多了以后呢 就非常容易地看出来 通过服饰的标志来识别一个蒙古族舞的特征 如果是在生活中的这些民族服装呢 就非常容易地辨认了 从帽子啊 衣服的花 花味 花样啊 装饰啊 图案啊 然后有靴子啊 裙子啊 裤子啊 还有这个身上挂的这些个配饰啊 特别容易 但是在舞蹈上面呢 就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舞蹈服装要适合 舞台上的舞蹈效果 不能特别肥 特别大 特别重 因为它就不适合一跳舞了 另外一个如果要是不收身 不漂亮 不适合舞蹈的这个思想内容呢 它也不好看了 所以有的时候舞蹈上面的服装呢 它的标志性的特征呢 就没有那么多 那么跳舞的时候的这个衣服呢 就需要我们仔细地来观察 实际上这个舞蹈的话 有两个东西是可以认识蒙古族舞的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也是特别明显的两个标志 那么这两个标志呢 一个就是它的服饰的饰样 另外一个就是服饰上面的图案 花样 这两个东西可以马上让你认出来 这是一个蒙古族的特征的服装 因此它会是一个蒙古族舞 那服饰的饰样呢 可以抓住两个基本的东西 一个就是它衣服的手腕子上的这个袖口 和脚底下这个鞋 通常蒙古族舞的鞋都是那种靴子的 不是一种平口的鞋 所以它的鞋都是要这个鞋桶 都是会到脚腕子上面去的 不管它是有颜色的鞋 没颜色的鞋 是软鞋还是硬鞋 它都是类似于靴子样子 所以它这个鞋都是基本上 鞋口都是要过脚腕子 或者是到腿肚子上 显示一个靴子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饰古纳盒的这个舞里面 你看它虽然穿的是软鞋 是白的 是非常裹脚的这种鞋 但是它也不是平口 它是高出脚腕子的 这个鞋的这个特点就显现出来了 再有一个就是它衣服这个袖口 蒙古族舞的衣服袖口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的袖口是叫我们所谓的叫做马蹄袖 这种马蹄袖呢 它通常特别长会把整个手掌部分都盖住 也都是特别厚肥大 有的时候都是毛皮的实际生活中 它主要是因为天气冷嘛 它多盖一点手 所以这样的保暖 所以在舞蹈里面呢 它会也会有这种特点出现 比如说我们俄尔古纳盒这个舞蹈里面 它这个袖子它实际上是没有袖子的 它是一个紧身的一个衣服 但是它也是把这个特征彰显得特别的突出 你看仔细看它这里的袖子的袖口 它都盖住了 基本上快盖了整个一个手臂了 那么它这个衣服呢 除了这样设计的目标 一个是它这样显着会手 胳膊非常长 很漂亮 另外呢也是一个马蹄袖的一个变换的方式 蒙古族舞的特征 我们说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它裙子上面的图案 这个裙子上的图案有很多种 但是有一种图案是蒙古族非常特殊的 就是什么图案都没有的话 这个图案也必须有的 就是祥云的图案 就是这个图案画出来以后像云菜一样 祥云的特征 而且通常呢是有 如果是蓝裙子就是白的 白裙子呢就是蓝的 在这个舞蹈 阿尔鲁呢和这个舞蹈里面 它是白裙子 它没有办法再用别的颜色加上去就不好看了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巧妙 它没有这个祥云的图案不是很突出 但是它把裙子的边镶了一层 银边还是金边啊 然后这个衣服的层特别多 这个裙子撩起来的时候 灯光打上去 它会闪 然后就像这个祥云的图案一样 隐隐约约的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当然不是很突出了 但是在其他的舞蹈里 你一定会看到这个祥云的图案 在蒙古族服装里面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标志 所以说我们如果即使不懂舞蹈本身动作的含义 和动作的特点 你通过上面这些服饰的特征 也可以识别出来 这个舞蹈是不是个蒙古族物 那就是袖口是不是马蹄袖 靴子鞋是不是靴子式样的 然后它的裙子是不是有祥云图案 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百分之七八十的来确定 一个舞蹈是不是一个蒙古族物了 那就念得了 哎呀 我们没人 来吧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五三 叫你 怎么 我 我 那 感谢观看